民眾群起激憤 痛罵嫌犯 冷酷無情 對一個小二女童怎麼下得了首歌喉 但嫌犯公寵案根本不在乎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他進了警局居然跟警方說 一整天下來天氣好熱 他流了好多汗 全身黏黏的不舒服 他拒絕夜間偵訊 但想先洗個澡再睡覺 讓原警氣憤的說 如果我不是警察 一定揍他 你怎麼忍心下得了首兩刀 你自己刺不下去 你自己把我刺得下去 公寵案遭一送時一句話也不說 但速度露出微笑 讓人氣憤 他犯下重案後毫無悔意 地監署檢察官痛斥公嫌 向法院伸押獲准 嫌犯說自己長期失眠有幻聽 辦答案求解脫 但卻要求多 而且超保護自己 他有一個收容人資料開放查詢的醫院書 他是簽不同意開放查詢 所以有關於他的編號 我們沒有辦法對外提供 他在所裡面的生活細節 也不能夠對外來提供 103年6月開始受各自法保護 收容人到看守所報道後 都會填寫資料開放查詢意願表 公寵案想都不想勾選不願意 不希望外界知道他任何資訊 包括他的收容編號 室友是誰 就連三餐吃多少 和室友交談了什麼 甚至連借閱書籍的書名 都不能透露 他整體的情緒來講算是穩定了 所以也是到時間就就勤了 對 所方予多保留 但根據了解 宮崇安進入看守所後 不只吃得下睡得著 情緒平穩 態度一樣冷漠 一個小小生命遭他殺害 但他卻一點都沒有回憶 家屬的痛 全民的氣氛 他不在乎 只懂得保護自己 個資不外露 記者程序少講頭的 記者序少講頭的